這還沒講完 這我只是要告訴你說 這樣子的一個做圖 我想應該蠻簡單的 都做到這邊了吧 跟不上你一定要發言哦 不要客氣哦 就是我可以把他這邊有提供一個很棒功能 就是恢復到原始 清理清理工作表 好我這快速的做一遍 一快速點兩下統計日期 二快速點兩下 數位付費定戶數 三快速點兩下 數位基上和定戶數 四顯示 然後請選群組直條圖 他的名稱 他的名稱很奇怪 對於定牌條 來請點群組直條圖 這樣我們就做完了 就先做到這邊 好 我是先講數 再講比例 但是在講這些的過程 我都希望說我們要留下知識 好 首先 首先各位一定要養成一個習慣 標題是在這邊輸入的 所以這張圖到底在畫什麼 好你就要把XY軸的特徵都做一些描述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畫的是2014到2021 所以我們不會這樣子講 剛剛你也可以2014至2021 對不對 可是太長了 乾脆就直接加一個個年 所以來工作表1這邊快速點兩下 請改為個年 在接下來這邊 因為個年是X軸 那Y軸是什麼 Y軸是一個值 是一個定戶數 對不對 好所以你就可以寫說 那個定戶數 然後接下來的一個統計分析 所以統計 好所以針對這個 這個 等於說工作表名稱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樣一張圖表 這樣一張圖表 我要經過修改 修改變成老闆喜歡的 或者是我們看起來是好的 漂亮的清楚的一張報表 首先你必須要知道這裡 針對現在你所看到的這一張圖表的最上面 有一個叫標準 請改成叫整個檢視 整個檢視的意思 他就會把就是整個 這是一張我的圖表的範圍 那要搭配叫做全螢幕放映這個模式 放映當然不是放映這些功能的區域 而是放映這個各年定戶數統計這個畫面 所以請點他簡報模式 有沒有完整的 還包含legian就是圖例 圖例 好了 那停止播放這一頁就點ESC 好 所以 假設剛剛是在符合高度 這邊是不是還剩了一些空間 所以當你點這個全螢幕檢視 這邊是不是就會有流空的感覺 好ESC 沒有我只是想說大概先讓你知道 這一件事整個檢視是什麼 通常我所有畫圖都會喜歡使用整個檢視 整個檢視 方便我在做簡報模式的時候 可以秀給別人看一個完整的內容 非常糊塗